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一位 过去跟李前总统有一段恩怨情仇的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下午也现身荣总 表达对李前总统的哀悼之意 欢迎起李前总统对他的栽培之恩 宋楚瑜受访时一度哽咽 其实两个人过去也曾经是情同父子 当年顾总统蒋经国过世 李登辉接任总统 但是党权跟军权都不在手上 蒋宋美龄甚至想要阻挡李登辉 接任国民党代理主席 让中常会一度想要暂缓处理 后来就是当时身为副秘书长的宋楚瑜 当场发难 站起来讲完一番话之后 还气到夺门而出 这临门一脚终于让李登辉顺利的接下了 代理党主席一职 稳住了党内的领导地位 而李登辉之后也是大力的提拔宋楚瑜 在1994年省长民选 宋楚瑜在李登辉的支持之下 高票当选 不过之后李登辉决定动审 2000年宋楚瑜挑战总统大卫 新票案也让两个人的关系降至冰点 甚至多次隔空互呛 直到决裂十年之后 两个人终于是近视前嫌 想起前总统李登辉生前的种种叮咛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忍不住哽咽 沉默了一天下午宋楚瑜现身荣总 向李前总统表达哀悼之意 两人过去长达二十年的恩怨情仇也再度被提起 宣示人宋楚瑜颁发印信 1994年省长民选宋楚瑜在李登辉拦腰力拱下 当选第一届民选台湾省长 任内累积高人气或许是功高震主 当李登辉决定动省 不只拆掉宋楚瑜大好的政治舞台 也让原本情同父子的李宋两人 关系出现裂痕 绝对这种工作不是一举之师 也不是为了一个党的利益来做 没有永远的执政主 两千年宋楚瑜挑战总统大卫 郑士和李登辉撕破脸 也因为一起新票案 宋楚瑜错失做上大卫的机会 你看我做一个人有点重 大山公园实在公园里面都空空的 经验也没有的 地上也真有缘的 那就是我们出一个 加大 加小 严劳 李宋决列十年后 宋楚瑜一次主动求见 两人才在翠山庄兵士前嫌 2011年李登辉90岁寿宴 也特别邀请宋楚瑜列座 第十年以后 我特别到他府上 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话 也给我很多勉励 从威权体制转型到 开放的民主 我們共同都打拼過 從秦桐父子到反目 最後一笑敏恩仇 印證了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而這些都在李登輝長眠後 正式宣告落幕 記者綜合報導